很长时间没有录vlog 其实我前两天才知道这个名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摄像机坏了 摄像机坏了 跟随我千山万水的这个 小米的云台 你看 他我拍的时候都嗡嗡响 我一开始不知道怎么回事 后来才知道是进沙子了 后来再细意观察 没法不进沙子 你看他的那个 保护罩都已经掉了 估计就是在那个哪儿 沙拉沙漠的时候 嗑了那么几次 然后就进了好多沙子 基本就已经不能用了 因为噪音太大了 然后打听一下估计修 跟买信那差不多了 嗯 我的摄像机坏了 所以只能拿手 拿着路了 会有点抖 世界地图 很大 我小时候就很想看地图 虽然我是一个里科生 然后 为什么要有一个很长时间的旅行呢 因为 十多年以前我没有骑 摩托的时候 然后有一次我在北京 遇到了两个法国的老头 两个老大爷 都六十多岁了 从 巴黎 骑摩托车一直到北京 周游世界 那是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次 然后 我就觉得 我一定要像他们一样 完成一个这样的旅行 太牛叉了 然后终于 在我四十岁以前 我觉得我应该可以开始这么一个行程了 亚欧大陆之旅 一直到石家庄 从石家庄 翻越太行山 一直到太原 然后呢 跨过黄河 一直来到 古都西安 这也是四手之路的起点 从西安呢 一直到兰州 从兰州 从兰州到西宁 绕过青海湖 进河西走廊 所张叶九泉 家与关 是不是很像地图的贝子 然后到哈密 进入新疆 吐鲁帆到乌鲁木齐 第一话 从乌鲁木齐 遇到霍尔果斯 从霍尔果斯 出国境 进入哈萨克斯坦 到原首都阿拉姆图 跨过伊犁河 从阿拉姆图 比什凯克 穿过沙漠 一直进入乌兹别克 来到 我 非常想去的国家 乌兹别克斯坦 到塔什干 一直到古都撒马尔汉 这是我这一趟 最重要要去的一个地方 从撒马尔汉 进入图鲁曼斯坦 一直到 阿什哈巴德 从阿什哈巴德 一直来到 图鲁曼斯坦 离海的沿岸 从离海 坐船 把摩托车上船 跨过离海 一直到阿塞拜江的首都巴库 从巴库 沿大小高架索山脉 进入格鲁地亚 格鲁地亚首都 迪比利斯 从迪比利斯开始 我们在沿黑海 走一直进入土耳其 从土耳其 从土耳其东部 横穿小亚西亚半岛 一直来到 卡巴多奇亚 从卡巴多奇亚 到土耳其首都安卡拉 从安卡拉一直来到 历史名城 伊斯坦布尔 跨过 波斯布鲁斯海峡 来到欧洲部分 我们沿爱新海 一直到希腊的雅典 从雅典沿地中海 到帕特雷 从帕特雷 我们再坐船 一直跨过地中海 来到意大利的巴黎 从巴里 沿 亚平宁 直接往北走 走罗马 威尼斯 一直来到历史名城米兰 从米兰稍作休整 我们将跨过阿尔卑斯山 用十天的时间翻过阿尔卑斯山 通过奥地利 一直来到慕尼黑 从慕尼黑呢 我们会参加一个全世界的 一个机车节的活动 从慕尼黑我们再往 西欧挺近 跨过多瑙河和兰茵河 一直来到巴黎 哎 虽然巴黎现在很乱啊 从巴黎我们进入比利时 走布鲁塞尔 再沿北海 一直到荷兰的阿姆斯特丹 从阿姆斯特丹 再次回到德国 我们到柏林 丹麦这回没有机会去了 从柏林 到波兰 哎 这次行程非常 遗憾的错过了中欧的捷克 非常遗憾的 错过了布拉格 这个 梦寐以求的城市 以后还有机会吧 嗯 从华沙我们就进入 乌克兰 到基辅 从基辅我们再回白俄罗斯 到明斯克 然后到立陶宛 威尔纽斯 然后我们沿波罗的海 走波罗的海三国 立陶宛 拉到维亚 埃沙尼亚 李嘉 还有塔林 从塔林我们到圣彼得堡 进入俄罗斯 从圣彼得堡我们再到莫斯科 到莫斯科以后呢 稍作休整 我们继续我们的回程的旅途 从莫斯科我们驱车 直接一直来到喀山 路过夏洛夫 格洛德 到喀山 从喀山我们继续再往东 一直到耶卡尖林堡 耶卡尖林堡到秋明 从秋明我们一直到 厄姆斯克 最后来到新西伯利亚 从新西伯利亚 我们再往下走 一直到比斯科 然后最后 进入蒙古的科布多 从科布多 进入中国境内 回到乌鲁木齐 到乌鲁木齐以后 走唯一的一段 冲河的路线 就是吐鲁番到哈密 从哈密呢 我们就改走新修的京藏 京星高速 从内蒙古以后 沿鲁山山脉以外 也跨过了库布齐 然后走乌兰查布 然后走 呼和浩特张家口 最后回到北京 还亚欧大陆之旅 三万公里 万水千山